我爸这两天他回到家了 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就联系不上了 通信卡都中断了 8月20号 辽宁省葫芦岛市多地遭遇特大暴雨 其中建昌县多个乡镇房子被淹 道路被冲垮 大量汽车泡在水中 通信一度中断 全线停工停产 看着水都到哪儿了 头上 整个大道都是水 截至目前 建昌县仍有四个村子通信中断 至少有6,335人被紧急转移 伤亡情况不明 同一天 辽宁朝阳 大连和安山等多地遭遇大暴雨 市区和部分乡镇出现内涝 一楼门市和地下车库被淹 新开没几天的店 被淹了 刚才有一阵在抢救 现在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看看 新红便利店 随了 前一天 大连金浦新区凸降好雨 市区几乎泡在泥水中 河边的轿车堆积成一团 宛如汽车瀑布 这吓得也太吓人了吧 哎呦 我来个天哪 由于水势过猛 有骑电动单车的民众来不及躲避被水流冲走 由于对妇女不幸罹难 民众披露 由于当地排水系统瘫痪 导致的人祸 当局隐瞒灾情 民众披露 多地由于水库泄洪 农田被毁 民众损失惨重 气象部门预告 周三 内蒙古东南部 辽宁西部 福建东南部 以及广东东南部等部分地区仍然有大暴雨 在广州 由于连日暴雨 广州增城区西福河石滩镇 消源社段 出现管涌倒灌 导致决堤 到20号 绝口长度逐步扩大到50米 周边村镇被淹 民众损失惨重 新唐人记者唐锐 雄斌采访报道